年货零食有多高的热量呢 来看台北市卫生局今天的调查报告 大把大把抓一袋一袋买 过年春节零食超级行 不过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发现 年货热量都很惊人 过年零食的热量超级高 又像这种麻辣呢 吃三个就相当于是一碗白饭的热量 另外熔灯肥胖之关的夏威夷果 吃下一把大约30克的热量 以60公斤的人来说 要慢跑48分钟才消耗得掉 第二名是花生糖 吃四块相当于吃下一个便当的热量 第三名血鱼香丝 一把大约35公克要跑16分钟 第四名蜜汁猪肉干 吃一片等于是要跑14分钟 名列第五的花生麻辣 吃下一个也要跑13分钟 在吃的时候不妨就是把它 抓一小把的分量大概十几颗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说 一次的分量热量就尽量不要超过300大卡 那你抓十几颗的话 基本上还不太会有这样的高热量的摄取 营养师建议过年期间 打鱼大肉又淋嘴多多 不妨多喝洛生山楂这一类的茶饮 来消除身上过度的油脂 才不会过完年人也胖了一圈 中文新闻夏军城 严亭台北采访报导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